交通部長王國才今天在對基隆捷運 第二階段巴督到基隆段表態 希望可以坐到基隆火車站 因為這一處路廊的容納量不夠 幾乎等於是宣告 希望未來以捷運來取代臺鐵 對此基隆市長林又昌 則是再度表態巴督到基隆段 要由基隆人來同意 2015年落成的基隆火車站 是臺鐵有基隆火車站以來 第四次大規模簽建 當時耗資二四億元 花費五年時間改建 打造出全臺第一座半地下化火車站 透過玻璃帷幕採光 不只外觀設計為基隆 更希望節能減碳 站體才啟用六年多 交通部再表態 考慮未來希望基隆捷運 坐到基隆火車站 臺鐵可能就不再有基隆站 我是希望把它做到 所以你承諾一定會做 希望做 一定要做 但是的確短期有 因為事實上當時我們把路線出來 有很多基隆市民的反應 要把臺鐵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溝通非常重要啊 你們這個如果路線確定了 地方說明還沒有辦 交通部解釋 若臺鐵和基隆捷運 兩個都進基隆市區 工程困難 也稀釋掉客源 臺鐵不進基隆 樹林發車可以直接往東走 節省路線容量 疏解花東瓶頸 交通部目前定調 基隆捷運南港道巴督段先坐 若未來民眾認為捷運比較舒適 或許可以來討論 巴督到基隆段也指留捷運 在地有民眾反應 希望基隆捷運連結雙北生活圈 帶來更多觀光人潮 但也不希望沒有台鐵 基隆捷運規劃再度引發地方議論 基隆市長林又昌表示 已經致電交通部長王國財 要求巴督到基隆段 要由基隆人來決定 也獲得王國財允諾 交通部會提多個可行性方案 與地方溝通討論 記者需要謝祺文 基隆報導 基隆人